看到旋转楼在搜物资的敌人 鲨鱼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瞅准时机果断开枪 可惜没有击倒对面 但是也残血了 想要骑上马压到近点 可鲨鱼却突然又听到仁坤的脚步 也是又改变了想法 决定先收下仁坤再做打算 刚才骑马给对面露了这么大的背身都没有被打 感觉对面呆呆的 也是坚定了鲨鱼进攻敌人的决心 刚来到楼下 就看到敌人在卡楼梯 这次连上楼都不用了 透过缝隙直接击倒 直接送他上下一班斐计 趁着刚开局 赶紧再多收几个人坤 运气好还能再捡个空头 物资和淘汰已经都有了 接下来就稳到决赛圈再发力就行了 可鲨鱼刚来到野区 近点就传来了吉普的声音 状态不佳 赶紧丢颗手雷封住楼梯 争取打药的时间 而鲨鱼见敌人半天没有露脚步 感觉肯定在救人 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 剩余的敌人见识不妙 还想要逃跑 鲨鱼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 近点只剩最后的EV100头 丢出手雷消耗一些敌人血量 手持聚三主动出击 给予最高礼仪全补 而此时鲨鱼终于有时间 去往队友被淘汰的巨港 可刚到桥头 鲨鱼就听到了敌人的再去声 都贴到这么近了 敌人都没有出手 这不是白白给鲨鱼送淘汰吗 11杀喜踢淘汰王 看到自己的淘汰数 鲨鱼也是进入了幻想之中 挂一下啊 卧槽这把杀死了一个了 天哪这把要吃鸡的话 岂不是有机会冲击20杀啊 20杀 吃鸡 单的刺牌 有狙击对 4个BUFF叠加起来 那今晚的吃鸡任务马上就能完成了 算你爸爸 行不行 OK吧兄弟们 我可以算你们爸爸吗 圈行刷新 鲨鱼为了稳定 吃鸡也是来到了水里狗分 这个石头踩得住了 船可以休息一下 直到场上只剩10个敌人 鲨鱼这才不得不上岸 可刚上岸 就看到一只蟑螂想要骑马过河 敌人躲到水里补不到了 自己的位置也是十分尴尬 鲨鱼只能通过不停移动位置 防止被敌人打到 而船边的小老六看到了鲨鱼 感觉有机会拿下 可结果 可对岸的轿车也开始了进卷 百优区赶紧扫射一波 秒头又看到山坡敌人在干拉 掏出大巨三直接出手 敌人还想爬到树后 换枪开火送他赶往下一趟赶紧 可鲨鱼的行为也惹起了重力 场上所剩的敌人视角都已经锁定了鲨鱼 右手为敌人听到枪声后果断拉了过来 鲨鱼被两面夹击 结果可想而知 了 鲨鱼被记得了 鱼被记得平时 鱼员哼 巧尾 鱼被相当终于 我欣当作 对峙主 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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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